一家店内三名女员工夜晚全部离奇遇害 其中两名还是花样莲华的女生 尽管警方找到凶手的指纹和协议 甚至不惜悬赏600万日元 但至今仍无法锁定凶手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是金箍大案 我是杰逸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20年未解的日本八王子超市的悬案 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 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大和田厅一家超市 当时超市有三名女店员 分别是47岁的道滕泽子 17岁的士吹慧 以及16岁的钱田宽美 其中士吹慧和钱田宽美还是高中生 在超市兼职打工 47岁的泽子是超市夜班经理 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几人快下班时 一场灾难悄然降临在三位女店员身上 1995年7月30下午4点50分左右 17岁的店员小慧前往超市上晚班 按照排班表 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值班的是47岁的泽子 5点前 泽子被一位男性好友张某开车送到超市 他们约定好下班后一起去酒馆喝酒 超市晚班的工作时间 是从下午5点至晚上9点 他们主要负责收银 超市一共有三台收银机 由于晚上顾客相对较少 因此直开了两台 其中泽子负责3号收银机 小慧负责2号 下午6点30分 超市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 原来这天晚上在超市附近正在举办活动 庆祝即将到来的云南盆节 该活动是大和田厅居民筹资举办的 每年节日前夕都有这样的夏业活动 周围居民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十分热闹 而举办活动的地点就在超市附近的公园 养者相距不过50米 活动时间正好是从下午6点半到晚上9点结束 跟超市下班时间一致 通常庆典结束后 还有精彩的太古表演 因此这一天来看活动的居民很多 来超市的顾客也比平时多了不少 下午6点50分 另一名店员小美也来到了超市 她和小慧是同年级同学 她想等小慧下班后一起去看太古表演 当时正好超市客流高峰期 需要人手 于是新山的小美便留在了超市帮忙 晚上8点 距离超市关门还剩一个小时 此时店里的客人已寥寥无几 泽子便关闭了3号收银机 捧着前项去二楼办公室清点营业额 这样就可以在下班后快速清点完全部钱款 还不会耽误下班时间 这间超市由上下两层 其中一楼是卖场 二楼则是办公区 办公室内有一个保险箱 用来保存每天的营业款 超市的上下两层并不相通 如果上楼则需要从超市后门出去 再从外部楼梯上楼 超市的后门正对着一个停车场 大部分客人购物进出的都是通过正本 不过一些开车来的客人 则会选择从超市的后门进出 泽子来到二楼办公室后 便开始清点三号收银机的营业额 晚上九点超市关门 小慧喷起自己的二号收银机前向 来到二楼给泽子 小美则在楼下做收尾工作 这时候公园活动已经接近为胜 最后一场太古表演也已经开始 到了九点零七分 公园所有庆祝活动全部结束 居民们也陆陆续续回家了 由于这天超市生意很不错 导致收银款结算了很久 小慧和小美也错过了 观看最后一场太古表演 九点十五分 泽子清点完所有营业款后 便用二楼办公室的电话 打给了好友张某 让张某现在来超市接他 五分钟后 张某就开车到达了超市停车场 在停车场等了二十五分钟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 张某仍没有等到泽子下楼 以为泽子先去了酒馆 可他到达酒馆后 也没有见到泽子 这时张某觉得有些奇怪 难道泽子还在办公室吗 由于张某经常光顾酒馆 和老板娘很熟 所以张某就请求老板娘 跟自己一起回超市找泽子 老板娘答应了下来 于是两人开车 一起回了超市 两人返回超市 已经是晚上十点 张某停好车后 让老板娘上楼 看看泽子是否在办公室 于是老板娘独自一人 沿着超市外部楼梯 来到了二楼 在办公室门口 他一边敲门 一边喊着泽子的名字 然而屋里没有人回答 他拧了下门把手 发现门没有上锁 由于擅自闯入不太好 老板娘只是推开门 看了看 之后便下楼找张某一同进去 进门后 两人打开了灯 随即恐怖的场景 出现在他们眼前 只见三人倒在地上 周围全是红镜 两人惊恐万分 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刻赶往现场 在二楼办公室中间的地上 发现小慧和小美两人 嘴部被胶带封住 手被胶带绑在一起 两人头部各种一脚 倒在血泊中 接着在保险柜左侧 发现了泽子 他背靠着墙坐在地上 头部撞了两枪 毫无生命提振 现场有大量红镜 却没有发现脚印 确实凶手在作案后 特意绕开了 不过经过警方仔细勘查 还是提取到了十个鞋印 经过比对 十个鞋印属于同一个人 其中鞋码为26公分 不属于任何一个店员 调查得知 鞋底是由广岛一家橡胶厂制造 有30多款运动鞋 都用过这种鞋底 生产的总数超过了60万双 想要从中摔出一人 无疑是大海捞着 合在鞋印附近 警方还提取到了 微量粘土和细铁本 而细铁本 通常是在金属焊接时落下的 所以凶手可能是 电焊行业的从业者 此外 警方在现场的胶带上 提取到了一枚陌生人的指纹 以及一枚男性DNA 警方推测 指纹和DNA都是凶手留下的 此外呢 保险箱的门上 还发现了一个弹孔 不过没有敲动痕迹 办公桌上 有一张写着保险箱的密码纸条 案例说 凶手可以轻而易举 打开保险箱 并拿走陷阱 然而奇怪的是 保险箱内 526万日元 原封不动 摆在原处 并且三名被害者的随身财物 也没有丢失 根据法医检验 三人离世实践 是在晚上9点至10点之间 泽子的身上 没有被捆绑的痕迹 但头部中了两枪 于是警方推测 该案不像是截杀 更像是一起仇杀或情杀 其中小慧和小美 是两个16-17岁的女生 应该不会是凶手目标 而47岁的泽子 社会关系复杂 并且只有泽子头部中了两枪 因此呢 泽子更像是凶手的目标 同时根据子弹的特征得知 凶手使用的是一把 点三八口径的防制 科尔特左轮手枪 这把枪在日本极为少见 极有可能是从黑社勾摆 也不排除是外籍人士所谓 该款武器的性能和精度 其实都很差 然而凶手手法却很专业 直击脑干 因此可以推测 凶手对枪械十分了解 该案件的侦查难度 在当时来说很高 尤其当晚案发地附近 还举办了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这时有一对情侣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他们表示在当晚九点十七分的时候 路过了超市 听到了无声异响 当时他们以为是公园庆祝活动 放烟花 所以没有在意 而案发现场的凶手 一共开了五枪 恰好与这对情侣 听到的无声异响相符合 因此呢 警方推测 九点十七分 很可能是三人遇害的时间 九点十七分 是泽子打电话给张母的两分钟后 而张母到达停车场 是在九点二十分 中间仅间隔了三分钟 因此张母呢 也成为了嫌疑人 警方发现 当晚张母一系列行为十分怪异 首先呢 他来到停车场 并没有直接去找泽子 而是等了二十五分钟 不见人下来 他并没有上楼寻找 而是直接去了酒馆 其次呢 他得知泽子没有来酒馆后 就要求酒馆老板娘 一起返回超市找泽子 要知道 日本一直有着 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 所以张母这一举动十分怪异 到达超市后 张母先是让老板娘一人上楼寻找 这一系列行为 很像是在刻意避免自己成为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人 面对这些疑问 张母对此的解释是 因为办公室都是女士 如果她们再换衣服 就很不方便 这样的说辞 似乎也说得过去 考虑到张母的特征 与现场凶手留下的痕迹不符 同时呢 也找不出作案动机 警方还是排除了她的嫌疑 案件到这里 就陷入了僵局 由于离世人数较多 再加上还有两名高中生 经过媒体报道后 无数人开始关注这起案件 警方也开始向民众公开征集线索 很快有两名目击者 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其中一位目击者声称 在案发当天下午五点半 有一位五十多岁 身穿白衬衫和灰色长裤的男子 在超市附近闲挂 行为十分可疑 另一位目击者称 事发当晚八点半 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男子 在超市里来回走动 没有买任何东西就离开了 警方综合两位目击者的政策 寻找那名五十岁男子 可找了将近三个月 始终没能找到 随后警方开始 从三名离世者的人际关系较查 养名女高中生 圈子比较简单 并未有什么异常 而泽子人际关系较为复杂 她曾是陪酒女 和黑社会的人有过交集 还和多名男子有暧昧关系 就在案发前 泽子还曾收到过 包着刀片的恐吓信 信上写着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你的命就没有了 但警方并没有找到寄信的人 同时让警方奇怪的是 泽子来到超市不到一个月 就从店员升到了夜半经历 调查贺得知 他和超市老板有着不正当关系 而且整个超市里 除了老板就只有泽子 知道二楼保险箱的密码 于是警方就找到了超市老板 超市老板表示 超市周围共有四个监控设备 录像可以保留几个月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监控设备在案发前几天 被人为关闭了 警方认为超市老板有作案嫌疑 可老板自然是否认的 无证据的情况下 警方只能放人 之后警方跟踪调查的超市老板 许多年也没有任何发现 因此线索到这也就中断了 直到2007年 该案件似乎迎来了破案的曙光 有一位名叫武田恢复的人 前往中国贩卖违禁品 随后被中国大连警方抓获 由于涉案数量巨大 被判处死刑 面对死亡的恐惧 武田就想向警方提供一些信息 将功赎罪 他表示 知道发生在1995年 霸王子超市凶案的一些信息 在得知干线索后 中国警方联络了日本警方 日本警方也专门派人 前往大连了解情况 据武田恢复交代 这名男子叫何亮 来自福建 于1994年偷渡到日本 被发现后驱逐出境 1995年再次偷渡日本 并加入了当地一个黑帮组织 四处犯案 2002年通过违造护照出境 前往了加拿大 并以难民身份 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但由于程序复杂 又无切实证据 警方一直无法将何亮 引渡到日本 但在2009年1月 日本警方在立起案件中 抓捕了一名黑帮分子 并没收了一把手枪 该案件也迎来了另一个转机 经过测试 发现该手枪的子弹 与当年八王子超市 胸外的子弹特征 十分相似 推测是同一把手枪 而产量极其稀少 在日本更是十分寒减 一般日本黑帮使用过的枪支 会在黑石上出手 故警方判断 手枪已经转手多次 也无法追踪来别 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日本警方排查了无数嫌疑人 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2013年9月 何亮才被引渡回日本 由于证据不足 引渡条件只能以伪造护照罪起诉 不能有其他的罪名 何亮在回到日本后 面对警方就把王子超市 凶案的审讯 他必可不答 由于没有切实的证据 日本检方只能以 违反日本护照法为名 判处何亮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五年 之后何亮就返回了加拿大 仅有的线索到这里 又断了 2015年2月 日本媒体突然传出消息说 警方把当年那枚疑似凶手的指纹 在犯罪前科人员指纹库中进行比对 意外发现 该枚指纹于2004年时 录入的一位50多岁货车司机的指纹 有8个特征相符 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 并且货车司机案发时 正好生活在巴王子市所处的多摩地区 因此警方推测 两枚指纹来自于同一个人 不过根据日本法律规定 两枚指纹的比对 需要有12个特征相符 才能被视为遗症 前辈用作破案证据 因此呢 这位货车司机的指纹 尽管有8个特征相符 虽高度相似 但不存在法律效率 另外货车司机 在2005年就已经离世了 随后警方又提取了 他的家人DNA 比对后发现 与案发现场留下的DNA 有很大差别 因此警方也排除了司机的嫌疑 警方推测 可能是当年他在什么地方 碰到过交代 然后被凶手买走 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也就是说 当年现场交代留下的指纹 或许根本不是凶手的 但真相是什么 已经无法进一步调查了 在案发后 许多年里 日本警方从未放弃过调查 甚至不惜悬赏600万日面 但仍然没有找到凶手 这也成为了日本案件史上 又一起未解悬案 如今呢 曾经的超市也变成了停车场 至于当天晚上超市二楼办公室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 明天有这种新技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会订阅